这件事情源于我在知乎上看到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是 我无意中治好了我的过敏性鼻炎 作者是一位财经领域的牛人 你知道当一个鼻炎患者 看到这样的文章时是什么反应吗 那就是管他行不行 先看看再说 文章里并没有说让你用什么药啊 用什么治疗仪器啊 而他说的这个方法是一个超级简单的方法 甚至都不用你花钱就能做到 各位看官且听我详细到来 我患有过敏性鼻炎 近三年以来比较严重 可能跟我换了生活环境有关 今年的五月份 我尝试了最后一次治疗后 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 这是我五月份治疗中发布的一个动态 用的是针灸的方法 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人说洗鼻器管用 我洗了几个月 没有效果也放弃了 还有人给我一个偏方 说用眼药水滴鼻子有奇效 奇效倒是没有发生 就是总流到嗓子里感觉很苦 再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治疗 那么我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说完全好了应该是不大可能 我现在鼻子非常通畅 一点都不毒 但是用力吸气的时候 还是能感觉到 并没有通畅的那么彻底 但就这也比我之前好了一百倍了 以前毒的我必须用嘴呼吸 回到正题上来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 还是被吸引到了 通常我会先看一下评论 就像买东西 先看评价一样 神奇的是 这篇文章获得了1.2万个点赞 评论里有非常多的人说管用 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决定研究一下 整篇文章的篇幅很长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咱们直接说重点 方法就是清洁舌胎 看到这里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很扯 大家仔细研究一下这张图 原理大概是这样 口腔中80%的细菌集中在舌胎上 而这个细菌的繁殖基地 刚好在你的鼻腔的下方 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 可以去知乎上面去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里我只把方法告诉大家 大家看仔细了 买一个刮舌器 超市里就有卖 几块的十几块的都有 它有两面 先用这一面由内向外刷 然后翻过来 用这一面再由内向外刮 然后漱口 不能只刷前面这一点 要尽可能的刷到舌头后面 从开始一定会干呕 慢慢的就会好一点 现在仍然会干呕 还是很难刷到最里面 不过这已经很有效果了 一定要坚持下去 有同样痛苦的鼻炎患者 我建议你试一下 几块钱嘛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即使他没有治好你的鼻炎 也清洁了舌胎 消除了口腔异味 怎么说你都划算 我建议你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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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